老师,我一般习惯ABCD做完之后 我希望把ABCD做成不同颜色 比如说A输出的话可能是帮我输出蓝色 然后B的话可能帮我底色换个黄色好了 C的话可能换个框线 D的话加一个粗体质 如果说要这样做的话 让ABCD有效果不同的话该怎么做 后面的话我们会多一个所谓的 加一个多重颜色 加上去的话记得哦 你如果用清除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A的话把它变成蓝色 B加一个底色 C画一个框线 D的话就是加粗体质 反正我故意打 反正四个都用不同的样式 这四个样式刚好是最常用到的 如果你们要自己变化 你可以自己再稍微改一下 但是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把那个里面的资料清空的话 清除啊 你会发现清楚 诶 是资料清除了 但是格式呢 没有清掉 因为呢在Excel里面 格式跟资料是分开的哦 也就是如果你清除是清除资料 但是格式没有清掉 所以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可能要另外写 这边有个什么 格式的清除 那要怎么样针对什么 针对格式 所以呢我们待会主要是要针对 这个四个按钮之后再加两个按钮 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如果我希望ABCD呢 有各式不同的效果 A B A是换个字的颜色 B换个底色 C是框线 D是加粗体 再来如何把它清除掉 做说明 OK 首先的话 那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 刚刚我讲的部分先做做看 想想看这个要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针对怎么颜色 ABCD怎么把它清除 做这两个 所以第一个E 一样到V就Basic 二的话呢 那我刚刚是把它 另外加一个Module 然后把它切回来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什么 比如说改蓝色 改黄色的底色 改那个框线红的 然后改粗体 大概就是ABCD的效果 那这个怎么做出来的呢 基本上呢 我把这个删掉 我们重新再来过 我是拿什么呢 拿刚刚的上面这一个 成绩多重这个来改 所以我其实就拿这个 把它Ctrl C Ctrl V贴过来 然后加一个什么 成绩多重 多重颜色 多两个字 所以主要是因为让那个 名称不要一样 OK 特别注意 在那个VPA里面 这个名称是不能一样的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For I等于一样2到7 这个范围 做什么呢 如果说它是大于80 那就帮我输出A 这个A是指的是输出资料 所以就把这个A的结果 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但问题来了 我如果今天希望 顺便请你帮我把A变成蓝色的话 怎么做 A如何变成蓝色的 OK 所以特别跟各位讲一下 A如果要变蓝色的话 特别是Enter一下 请你在下面多一行 做什么呢 把颜色变成蓝色 怎么把颜色变蓝色 特别注意 一 请你把那个储存格告诉他 那个储存格 其实就这个储存格 把它复制到下面 底下的话请你点一下 跟他讲说我要设定 设定什么 设定质的颜色 那VPA里面怎么设定质的颜色 很简单 Fonts 这就是字型 这颜色点 特别是说 那个储存格点的话 点的话就下面的相关设定 什么设定呢 字型的设定 那再点一下呢 就是它字型里面的什么设定 字型里面的color设定 那等于 有没有 所以特别是说 这个储存格的字的颜色 等于什么呢 等于RGB 特别是说 以后如果说你在VPA里面 要设定颜色的话 我是建议你至少要记 其实大概就记这个就可以了 其他不会没有关系 为什么因为这个就够了 R是什么呢 红色 G 绿色 B 蓝色 OK 应该可以三原色嘛 然后后面瓜糊的话 就给三个数字 他问你第一个 如果我要字是蓝的话 那有没有红色 没有嘛 所以输入0就可以 逗点 第二个他问你说 那有没有绿色呢 有点像调色盘 就是你那个 颜料里面要挤多少 要不要挤红 没有 有没有绿 没有 那有没有蓝 有 要挤多少 给最多 那特别是 它最大 最小是0 最大的话呢 就25 OK 其实就是0到25就256 等于是2的8次方 也就是2的8次方 乘上2的8次方 再乘上等于2的24次方 大概等于多少呢 不是乘 把它全部混在一起就对了 256乘256乘256 那其实乘完之后的话 大概的数字 我印象中大概1000多万种颜色 OK 所以1000多万种颜色 不过说真的一般人 不需要那么多吧 而且你眼睛也无法辨识啦 所以大概就记那个 比较简单颜色 就不就是红啊 不就是绿啊 不就是蓝 那我们就要蓝色好了 OK 如果有同学说 老师 可是我不要蓝 我要升蓝 我要浅蓝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记得 如果你要颜色的话 请你到常用里面油漆桶 油漆桶里面找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 如果你要升蓝 你就点一下升蓝 然后再按一个制定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会告诉你RGB 你就把这个数字填上去 那就会是升蓝 所以你会发现 升蓝的话 大概就是把蓝的数字变少 就变成升蓝了 OK 就到255对不对 另外的话 再把红色跟绿色再多一点点 你会发现 再多一点再多一点 它就变成浅了 所以它有一个逻辑性 所以这个我想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我刚刚讲 油漆桶其他色彩 然后你选一个之后制定它 这个就有了 你可以自己再调一下调色盘 找一个数字之后的话 把它填到哪里 填到开发里面 RGB里面就OK了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输出 我现在试一下 如果字有没有 还会变蓝的 那第二个是我如果希望呢 B输出底色 不要字不用改 我要底色变成黄色的话 那怎么做 一样嘛 把这个B下面按一个Enter 然后跟他讲说呢 我希望在这个储存格底下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储存格 那它底下 底色的话呢 叫点interial color 这个interial color 这个OK 那如果你这个字不会拼的话 我是教各位 你先刮弧不要放 你先点完之后 再把刮弧放进来 为什么刮弧不要先放 因为你刮弧如果放的话 它这个点就不会提示了 OK 叫interial 有没有 interial这个 然后这个叫底下的哦 底下的颜色一样打一个column 底下的颜色等于什么 黄色RGB 刮弧 那黄色怎么调 其实黄色就红配绿啦 255 R就红色嘛 就是调色盘 然后呢 绿色也是 就是红色加绿色的最多 然后没有蓝色 这个就黄色哦 OK 所以以后哦 你如果RGB 黄色啊 或者如果你不知道也有个方法 刚刚一样嘛 黄色 找到其他色彩 点一下黄色 再按置地 255 2550嘛 OK 或者我都记那个 红配绿就对了 好把他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哎有没有 这个地方就加个底色出来了 那 框线呢 比如说C 我现在画个框线的话怎么画 好 特别在C底下 Enter 一样怎么样 把他这个储存格sells 点什么 加一个boulder 哎有吗 boulder 10 就是他的框线 那不过各位有没有特别注意哦 boulder 10 哎为什么加S 特别是框线不只一条 上框线 下框线 左框线 右框 所以加 其实他的左右斜 斜框线 然后一样哦 把这个 这个拉过来 有没有 这个的储存格的 boulder框线的颜色 点color 如果要变红色的话呢 就RGB 红色就255 没有绿色 没有蓝色 OK 这样的话就红色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什么 把这个 第一把它变成什么 出体的话 那就是 这个哦 其实把A拿过来 不是分color 而是分的点boulder 它底下有个叫bould 这个bould是要不要加粗体 等于什么呢 等于要的话就true 不要的话就force true的话你就打一个true 这样就OK了 要粗体 对不对 质的出体是等于要 如果不要的话就打一个force OK force的话就是false 或者如果你记不起来哦 我记得force是0 要的话是e啊 OK哦 我打一个true 好 就大功告成了 把字加上 我试一试 可不看啊 执行 有没有 那框线有没有 这边就加上去了 所以最后看到的话 就是字加上去 换个颜色 当然你如果不想要蓝色 你也可以改个颜色 然后底色 框线跟出体 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如何把它清除掉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如何再把那个格式效果给清除掉 那利用这个方式可以做什么呢 以后如果像股市啊 比如说涨跌啊 有没有 然后成交金额啊 如果你要把它mark 起来的话 也一样嘛 你可以自换一个颜色 然后底色加一下 如果你要再强调 你可以再加个框线 再强调你就加一个出体吧 OK 比如说你可以把所有的 除尘隔一的资料抓出来 然后做一套的公式 当那个结果 可能在哪个区间的话 用不同的格式表示 那不是很方便 一目了然的嘛 你就可以很快的 把你想看到的某一些词 让它用不同的格式表现出来 可是问题 它如果要表现出来 另外你可能还要再想办法 因为可能你还有新的资料会进来 所以你势必要清空它 那清空的话呢 前面讲的清空是指的清资料 不是清格式 所以待会如果我希望 再把格式拿掉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格式的部分 试试看 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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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